日常生活中有時候要看清很小的東西時 才發現已經超出眼睛可以辨識的範圍 即使拿出祖傳的放大鏡 常常也是力不從心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進行一個有趣的DIY創作 我們將利用閒置的汽車行車記錄器 將它改裝成一台電子顯微鏡 這個裝置可以幫助你輕鬆放大細小的物體 作為電子顯微鏡或微距攝影使用 如果你對這類的DIY改裝有興趣 請繼續看下去 歡迎來到智慧幫 一個喜歡手做DIY的改裝頻道 我是寶卡卡 先找出一台閒置淘汰的行車記錄器 因為一直裝在車上 所以外觀看起來還是蠻新的 從USB插座規格就可以證明 這一台真的是古董了 沒想到以前的行車記錄器 還有HDMI的輸出功能 實在是不簡單 當然插上機卡功能是必備的 正面的話就是鏡頭部分 等一下重點就在鏡頭的調教 所以我們先把外殼拆下來 這台看不到螺絲固定 所以應該是用卡扣來固定的 我們用敲棒小心的頂開外殼的一側 確認被敲開之後 我們再把外殼四周的卡扣都敲開 這裡要慢工出細火 依序慢慢的頂開即可 外殼打開之後可以看到顯示螢幕 以及底下的主機板 主機板上面有看到利用螺絲固定 所以我們先把這幾顆螺絲取下來 拿出體感電動螺絲起子 搭配合適的螺絲起子頭 開拆 螺絲拆下來之後 用敲棒把主機板扣下來 前面的鏡頭就出來了 還有兩條電線連接著前機殼的喇叭 就先不要拆它好了 我們先插電試試看能不能運作 行車記錄器的好處是 插電的時候會自動開機並記錄影像 拔電之後就會自動保存影像與關機 非常的方便 確認功能沒問題之後 拆下主機與鏡頭連接螺絲 等一下調整鏡頭焦距就比較方便 鏡頭取下來了 主機板中心就是感光元件 影像轉換成電子訊號就是靠它來達成的 再來觀察一下鏡頭 它是由一個鏡頭底座 以及螺紋固定的玻璃鏡頭合成 這種鏡頭不能自動對焦 出廠時會先旋轉鏡頭來固定焦距的範圍 然後為了汽車震動導致焦距不會跑掉 通常都會在螺紋處上攪水固定 所以有時候很難再次旋開 我們拿出工具輔助之下 頑固的鏡頭也終於可以鬆開了 這裡調整的重點就是把鏡頭宣出來一些 鏡頭越出來焦點就越近 我們就可以對焦在很近的物體上了 調小一點就可以當放大鏡用 調多一點就可以當電子顯微鏡了 接下來再把鏡頭固定回主機板 插電測試一下對焦效果 再微調鏡頭直到是你想要放大的範圍為主 原本肉眼看不到的零件型號就可以輕易的辨識了 但發現好像光線會被擋住產生陰影 所以我們在旁邊用燈光補光看看 這下沒有陰影就清楚多了 比米粒還小的零件型號都看得好清楚 好 我們先把鏡頭前面的裝飾板拆下來 這樣後續再調整鏡頭焦距時就更容易了 再把螺絲鎖回去 再把螺絲鎖回去 開機測試 功能正常沒問題 我們拿出鈔票試試看 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細節 這樣就很適合做微小物體的觀察 以及長輩手持放大鏡 還有電子零件規格辨識了 而且自帶記憶卡錄影功能 可以把拍下來的畫面一併記錄下來 是不是超方便呢 這台還有HDMI影像輸出功能 所以你還可以透過傳輸線連接到電腦或電視 在這裡先用監控螢幕測試 這樣就可以在很大的螢幕即時顯示 在教學場合就可以更容易的 與大家共享看到的即時畫面 你看到的鈔票油墨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立體的紋路 來看看電動起直的螢幕 顯示的畫面是靠好多個發光小方塊組成的耶 最後因為光線的問題 所以我打算在鏡頭前面裝補光燈 手邊有5伏特的LED燈條 量一下合適的長度並減下 也準備兩條電線並駁線 也準備兩條電線並駁線 拿出焊接工具 把燈條焊接上電線 確認好正負極之後進行焊接 撕開燈條的背膠 把燈條固定在鏡頭的四周 雖然光線是側向發光 但是為了安裝容易 並且還是有足夠的光線往前進行補光 所以這樣也不錯 如果你還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自行去安排燈光的配置喔 拿出可乘式電源供應器 把電壓輸出設定為5伏 確認燈條功能正常 消耗功率大概1W左右很OK 所以即使增加了LED的功耗 USB供電也是沒有問題的 測試好之後再次把外殼拆下 螺絲卸下來 因為已經有經驗了 所以速度就快多了 把LED燈條的電線拉進外殼裡 這裡原本是外接電源觸點 很有可能有電源輸出 為了確定位置 所以拿出LCR鏈子 你也可以用萬用錶來測量 確認輸出是5伏特與即興之後 把電線焊上去 最後把電線的位置喬好 把主機板鎖回去 記得電動旗子扭力要調小 這樣鎖回去的時候 就不怕鎖太大力 碰咬的風險了 最後安裝外殼 把電線焊上去 插電 有補光燈之後就更方便了 微小的細節也清清楚楚 一台用不到的行車記錄器 秒變超實用的電子顯微鏡 焦距遠一點就是電子放大鏡了 還有即時錄影紀錄的功能 畫質還是1080p的高解析度 馬上省下好幾千元買一台電子顯微鏡 這樣的改裝是不是很簡單 你也可以試看看喔 感謝您的觀看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